哈囉,大家好 我相信齁,這個 每個人家裡都有小孩齁 那小孩子最喜歡吃的就是薯條 尤其是現在的小孩子,經常去壽司店買薯條 那其實我個人也很喜歡吃薯條 那我們既然都喜歡吃薯條的話呢 那何不我們自己來做呢? 畢竟齁 這個現做的薯條是最新鮮的嘛 那我們現在就來為各位示範齁 如何做一個薯條 這馬鈴薯 這 原來沒有削皮是長這樣子齁 那我們已經把它削好了 那 削好之後呢 你就是 先把它齁 切半 切半 那我們就是來示範一下齁 如何做我們自己的薯條這樣子齁 好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用這個 壓薯條的這個機器了 他長的是這個樣子這邊有刀片齁 王狀的刀片 這邊刀刃在這邊齁 那你把這個薯條 好 馬鈴薯切好的放進去 然後這個就壓下來 好 各位可以看到齁 這樣子壓下來齁 那壓下來之後你就 會變成一條一條的 我們來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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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再來壓一次看看齁 好 把你切好的這個切半的這個 馬鈴薯放下去 好 然後就開始來壓 好 好 那你可以 在壓的時候可以用 用拍的 好 力量會比較瞬間 好 這樣就出來了 好 這樣我們又 壓好了 薯條了 就可以 再收集起來 好 那沒關係 我們自己做薯條 會比較短齁 但是 這是最新鮮的齁 因為他 並沒有說 混碎在成形齁 這個都是 都是 最原始的這個 新鮮薯條 那我們就再做一個齁 就把它 很簡單的齁 把它擺進去就好了 那你讓他的切面齁 就是附著在這個 刀刃上齁 然後把這個夾子夾下去 好 那就是用力 稍微這樣 拍一下 好 這樣就出來了 好 那你就可以再收集起來 好 那很快的我們已經 切好一顆半了 好 我們繼續再來做 稍微用手 稍微拍一下 好 好 那我們很快齁 就 這個 切滿了這個 一盤的薯條 那這麼一大盤 這夠一家人吃的 而且是最新鮮的 好 那 希望呢 各位齁 也能動手自己做一下 尤其是 用我們台灣 這個生產的薯條 來做 也是很好的 謝謝各位觀賞 掰掰 拜拜 拜拜 支持